这非常棒 再来看一下B组的情况 B组非常强 三位都很会有 都很厉害 热血赛区的徐佳林 和他的彭湘 伞妮 杨云晴 宣露也很厉害 宣露很厉害 但宣露因为刚才也是比了一枪团体 伞妮也比了 两个人其实刚才都比了一枪 这组竞争太激烈 张志导 这个游泳项目也有没有这种 因为跑步包括特别是短跑 我们看到如果 这一组的成绩都很接近 都很好的话 可能会互相的刺激 然后帮助运动员 有更好的表现 甚至跑出PB 游泳会不会这样 就是如果当身边的两道都很强 或者都很实力接近的话 会激发运动员的潜能 甚至有更好的成绩 会的 因为大家的水平都差不多 其实像 我相信他们三位都比较了解彼此 然后所以他们在比赛的时候 这种调动 这种细节 都会做得很好 这样的话成绩就会提高很多 他们在挑战大魔王的时候都碰到了 都互相比了 所以其实上回你没有友好 也不光是自己的问题 现在会让张志导在你旁边游 给你一戴 你就挑战大魔王成功了 这组真的是这个竞争非常激烈 潜在的冠军组 对 有大魔王在 但我觉得今天三年会不会破纪录 我们非常期待这一点 非常期待 能不能打破40秒 它是它自己的纪录吧 它自己的 超越自己 两名情 去年呢 他也来到了我们解说台 然后呢 当时也在说 哎呀 我其实游的不是很好 我已经很久没有游过游了 我上次游泳还是一年前 就跟今年的采访一模一样 然后呢 去年游的时候 我当时还在说 这个一年没游这么快 然后今年的还这么说 我就不是很 就觉得可能是个战术 就觉得可能是个战术 先谦虚了 但其实刚才包括 振宁也在说 就游泳真的是一项非常好的项目 所以无论对于提高身体素质 还是包括塑形的各方面 大家就都可以选择 就是在有条件情况下 去进行游泳的训练 对 没错 因为其实像 我之前跟大家聊的时候 我发现一年工作家很难 是 就是他们平时锻炼游泳 所以他们准备还是很有帮助 哇 来 准备了 紧张吗 紧张 这个真紧张 而且他们两个都是自由泳 然后宣路是洋泳 对 这两个人姿势 出席的一致啊 看看 压在记录线上 这个记录就是去年 伞逆创造的 能不能够超过自己 哇 一直跟着这个记录线走 对 有机会啊 有机会 哇 好快啊 我觉得伞逆 好快啊 好快啊 过了半程 哎 加油 还在压着记录线 不要掉 不要掉 加油 要超越自己 哎呀 感觉起点自己更快 坦尼加油 但是这速度 我觉得打金牌 是非常有机会的 对 我觉得拿金牌是没问题 坦尼 坦尼问题不大了 加油 继续加油 43秒 44秒15 44秒15 那应该恭喜伞逆 应该是未免成功啊 拿到了努子50米的金牌 恭喜伞逆 看看旋路的成绩 旋路 第二个触臂 然后 加琳 第三 加琳也到了 两个都是已经游了一枪的团体啊 但是伞逆今天状态真的非常好 别累坏了 真是累坏了 真是累坏了 其实大家别看只是游过去这一下 没错 所以体能要求很大 我算是知道了 我在参加之前 我心想 哎 50米很短啊 是啊 当我游了 可能就20米吧 我感觉我肺都不够用了 你真棒啊 再来看一下 前半程一直在压着自己的记录 只能说去年的自己后半程太快了 对 很棒了很棒了 而且他的动作真的很标准 让你知道吗 很标准很标准 他就是前30米其实就是伞递游得非常的好 我觉得 所以我刚才都觉得他和自己的记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后面他确实可能他在体能上面消耗比较大 因为今年的这个团体赛的游泳呢 是先比了一枪 对 所以对于参加过团体赛的选手们来说 确实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要完成恢复 然后包括马上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一个短持 这种很亢奋的状态 还是挺难的 没错 总之还是要再次恭喜3D 宣录这个成绩应该是 就这一组就是前三名 对 因为这一组 都没有超过一分钟 对都没有过一分钟 这样的话总体的这组真的好强 好强 热血赛区的伞尼杨云琴 44秒15 未免成功 演员赛区的轩路 55秒33拿到第二 热血赛区的潘姆徐嘉林 58秒72拿到季军 都非常棒 都厉害 来我们来听听对伞尼的采访 好的大家好 现在我身边站着呢 就是刚才女子50米游泳比赛当中的冠军获得者 萨妮 以及她的好姐妹小七 我是来加油的 我是来加油的 对 因为刚才小七今天没有游泳项目的比赛 但是一直在旁边给萨妮加油 然后萨妮刚才从水里出来之后 第一时间赶紧跑过来 披上加油横幅和浴巾 姐妹情深 那首先问一下萨妮吧 刚才其实在接力赛当中 是不是也消耗了一定的体力 对 但是其实在接力赛的时候 我有稍微保存了一下自己的体力 因为就是想要在单人赛的时候 就破自己去年的记录 然后因为我有说了 就是这一次想要拿属于火箭少女英零的金牌 想要稳住 就是稳住这一次 对保住了这块金牌 刚才我们在接力赛当中其实也看到 内内她的成绩还是挺好的 几乎她个人的这个50米的速度 几乎达到了你的赛会记录 有没有想说下一届邀请她 你们两个一起来 她是这个记录吗 对 她刚才在团体赛当中的速度 几乎破了你赛会记录 因为我觉得其实今年 我觉得今年特别重要 因为是我们火箭少女英零毕业的一个 的一年 那其实这一次呢也 就是前面没有 就是大家都到齐 但是我就觉得 来这个节目呢 就是想要再为火箭少女争光一次 因为再来的第一次呢 我还是属于火箭少女英零的一员 虽然已经毕业了 但我就觉得想把这个成绩留在今年的最后一年 但我觉得明年呢是怎么样 我觉得就看运气吧 看运气 对我觉得今年已经足够了 嗯对 这块金牌是为了火箭少女101的团魂而战的 来小七最后来给散逆说点什么 我想 她散逆杨云琴永远都是第一名 永远是第一名 下午小七也有武术 然后昨天她的 那个小七也非常努力的在训练 那散逆给小七也加加油吧 好不好 反正我是在场下 我是啦啦队你知道的 我昨天喊到嗓子都哑了 我帮冬奥娟跟徐梦杰喊 我今天会再帮你们喊 我会帮你们喊 嗓子重要